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传入神秘是一类二类也是线维 那么它传到的是脊髓前脚的运动细胞 叫二位运动神秘远 那么对二位运动神秘远起了兴奋作用 当它兴奋之后 那么引起说外界的收缩 这就是肩肠反射 那么肩肌管引起的缓肩肠反射 它刚刚跟它相反 肩肌管 大家看看右边的这就是肩肌管 整个的这个肩肌管所在的部位 所以那么右边的是肩肌管 左边的是肩肌管 所以大家看看 肩肌管它是骨骼肌的张力感受器 肩肌管是肠斗感受器 所以一个感受的是肌纤维的肠斗 一个是肌纤维的张力 两者两者是不是一样的 两个感受都不一样 那么肩肌管昏不在哪儿 肩肌管昏不在 极肌的胶原线维之间 那么一缩外肌是串联的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基础呢 跟缩内肌串联 那么肩肌管呢 跟缩外肌串联 缩两者两者不一样 那么传入血维也不一样 我们基础的传入血维是 以A类或二类血维 那么肩肌管的传入血维呢 是以比类血维 那么它的效应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尽管肩肌管一笔的传入之后 那么它传出的冲动 使同一肌肉的 阿尔巴运动神远起移植作用 所以极数兴奋之后 那么它的兴奋 使阿尔巴运动神远起兴奋作用 肩肌管兴奋之后呢 传入血维产生的冲动 使产生的作用 使阿尔巴运动神远产生 以一致效应 所以这两个两个是不一样的 因此一个基础产生的是千张反射 那么当肩肌管兴奋之后 产生的是缓千张反射 所以两个两个是刚刚相反的 所以为什么相反 集体都有个什么协调作用 所以你一个引起肌肉收缩 我肯定一个引起 不是让你不收缩 两者两者才打这个协调嘛 所以他人体就会打这个协调性恒的运动嘛 所以大家看看 当我的这个肌肉收到千拉 你比如说我跟你这个手千拉一下 那么你收千拉的这个肌肉就会收缩 那么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说的千张反射 当你的手千拉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加大 哎你比如说拼命的在那里下 哎这个什么千拉的力量加大的时候 引起的是缓千张反射 因为你当你的千拉的肌肉加大的时候 那么就会使你的骨骼肌的肌脏力一增加 那么骨骼肌脏力一增加 这时候成绩的是张力感受器 渐气管就兴奋 渐气管兴奋之后 经过一笔类的一些显微 传入到脊髓前脚的运动细胞 移植了脊髓前脚的阿尔法运动神经元 产生移植作用 移植作用 大家想一想 哎 刚刚跟我们的千张反射刚刚相反的 所以这就是移植你的千张反射 所以当你的那力量进一步加大的时候 兴奋的是见气管 那么是产生的效应是移植千张反射 所以这是个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 缓千张反射 所以千张反射跟缓千张反射 各就刚刚相反 哎 它的感受器一个是移植 一个是见气管 一个引起阿尔法运动神经元兴奋 产生缩外积血维 收缩 导致千张反射 一个导致的是阿尔法运动神经元 受到疑一致 所以导致的是缓千张反射 缓千张反射吸什么疑 它在什么效应呢 千张力加大的时候才反射 哎 刚开始晓得千张力 都不发生 所以缓千张反射的生理也是 帮助千张反射过强拉上肌肉 对肌肉就有保护作用 所以缓千张反射只是在平时不惜作用 只在千张力加大的时候 为了怕你这个千张反射过强拉上肌肉 才会出现这种缓千张反射 所以千张反射跟缓千张反射 这刚刚效应是消反的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两者 两个一个是基础一个是见器官 这都是它的感受器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差别 哎呀我就跟他归来总结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在你们讲义上有 大家对比这个头自己好好的理解一下 第一个看两个位置 基础位于基础的中间 它以缩类基础为串联 以缩外基础为病联 那么见器官呢 它位于肌肉骨骼肌的接头处 它与缩外基础为串联 这是病联 所以两者两者不一样的 传入的纤维也不一样 我们刚才跟大家看左边 哎大家看看这个技术 基础的感受器是能够以微类二类纤维 来传入 那么见器官呢 哎它的传入纤维是以比类纤维 两个不一样 好了大家注意了 感受器的内心也不一样 基础感受器是一个感受器纤维的伤度 它是长度感受器 见器官呢 感受是机械位的脏力 是脏力感受器 你比如说我这个怎么要搬手腕 你看看我搬手腕 哎 曲曲 这张曲疾是不是瘦瘦了 哎 但是你摸一摸 这个什么 这个肌肉硬硬的脏力也增大了 所以你看我搬手腕 既有长度的所想 既说感受器也会兴奋 也有脏力的增加 哎 脏力感受器 见器官也会兴奋 所以你这样子 你都给它记住了 当然两个的作用是相反的 哎 基础感受器当到兴奋的时候 传入 脊髓前脚的 那么导致 阿尔华运动证明园起兴奋作用 那么见器官呢 也是传入脊髓前脚运动 脊髓前脚的 阿尔华运动证明园 对它起意志作用 所以这两者刚刚是相反的 好了 我们再继续看 欠他的脊髓 基础当它兴奋的时候 是受牵纳的肌肉开始收缩 引起牵掌反射 那么见器官它要兴奋呢 应该是牵纳的力量 意料加大 小小的力量就是在兴奋基础 意料大大的力量 才会引起张力变化 那么吸引 见器官兴奋 当见器官兴奋的时候 到此就是缓 前脏缓射 所以两者是刚刚相反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等长收缩 等长收缩 大家看看 等长收缩 就是肌肉的长度是不变的 由于肌肉的长度不变 肌肉是个长度感受器 那么它滑入冲动变不变 当然不变 等长收缩的时候 肌肉长度不变 但是张力增加 由于张力增加 他见器官是感受的是张力感受器 他感受的是张力 所以他的冲动 传入冲动真假 好了 等长收缩 等长收缩就是张力不变 由于张力不变 所以见器官的 他是张力感受器 所以他传入冲动不变 好了 由于等长收缩 他这么张力不变 所以基础感受器传入冲动减弱 好了 被牵纳的时候呢 被牵纳的时候 小一点的力量牵纳 这是个基础感受器传入冲动的力量 大一点的力量牵纳 那么见器官也牵纳 见器官传入冲动也增加 所以受牵纳的时候 这两个传入冲动都是增加 只不过一个牵纳力量小 一个牵纳力量大 牵纳力量小 基础感受器兴奋 牵纳力量大 连见器官也会兴奋 好了 两者的生理意义不一样 基础反动的是牵纳反射 见器官兴奋划uen是远千道反射 避免肌肉被拉伤 所以见器官兴奋的引起的缓千道反射 常常避免肌肉细细上 这就两者之间的区别 好了这个 表格的这种 机场应用考 所以希望大家对着我的讲义 把这个表格很好的理解 只有理解了啊大家注意 才能记得住 你不然死机硬背啊今天背明天忘记 后天不停的复习花了大量的时间 最后也没搞清楚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13年这个四题大家再继续看 渐气管传入冲动 人家所引起的效应史 大家注意不是技术而是渐气管 渐气管是个张力感受器 他问你传入冲动增加 也就是说这个肌肉的张力增加 引起渐气管新婚 有什么效应 刚刚跟我们所说的 引起缓千张缓事 跟我们千张缓事的效应刚刚相缓 你千张缓事是兴奋 同一肌肉的二百运动神医院 缓治渐气管新婚呢 是一致同一肌肉的二百运动神医院 所以正确答应跟答弊 是不是 就完了 好了A一抵是一抵 为什么不正确 在同一肌肉的干嘛运动神医院起一致作用 干嘛运动神医院起什么作用 是调节其所的千张反射的敏感性 所以跟你这完全两码事 干嘛运动神医院设计的是千张反射 不是缓千张反射 当然你不能一致作用的干嘛运动神医院 所以不答A 好了答案谁是缩尔阶收索 是缩尔阶收索的这是什么 二百运动神医院 二百运动神医院又是哪儿来吸纹呢 这是基础说 所以谁是基础说的作用 好了是缩尼基线为收索 是缩尼基线为收索 刚才说了是干嘛运动神医院 吸纹增加所知 这也是千张反射 不是缓千张反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C D 这都是基础说的信纹之后的作用 所以跟剑气反射两码事 所以它就总是把这两者红为一谈 大家火焰金睛把它找出来 所以这个正确答案应该答B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接见反射 接见反射是第三种知识反射 我们刚才讲了两种知识反射 第三种知识反射就是接见反射 那么还加一种曲反射 那就形成了次中反射 什么叫结见反射 这个结是什么意思 这个结是积水的结断 这个意思 积动物什么叫积动物 把积水跟高位中枢给切蛋 积动物里面是集羞的这种动物 没有死 那么在反射恢复的期间 在后期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 枯渣的结见反射 什么意思 当你这个积水跟高位中枢离蛋之后 假如你这个动物还没有死 它就可以出现一个 以积水为基本中枢的这些反射 那么这些反射在恢复就是个结见反射 所以结见反射的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积水的相拟阶段的神经元之间 存在广泛的投资联系 当那里高位中枢时需联系 也就是说积动物当你积水 跟高位中枢切蛋之后 那么依靠积水的上下阶段 你看积水有很多阶段嘛 依靠积水的上下阶段 就是协同活动 就能完成一页 以积水为基本中枢的这些反射活动 那么这些反射活动 我们把它叫做结间反射 所以这个结是积水的阶段 结间就积水阶段之间 你这样理解 理解了之后 大半话理解 你就把这个定义搞清楚了 是不是 好了它的意义 意义 那么你书上讲那个例子 就是烧八反射 典型的这些反射 就是烧八反射 什么意思 一个跳着 在个动物身上跑来挖去 那么这个动物就用爪子 什么烧羊羊 这个就是典型的烧八反射 当然人意为烧八反射 人意也有 你拿着什么脑养羊脑 那个养羊脑在背后 这不是烧八反射吗 大家都知道了 好了这就是接近烧八反射 所以 对于动物来说 它是个没意义的行为 对我们人类来说 老老羊羊肯定是什么 受到高级中枢的控制 我也说 因为你没有给这个结石 结石 跟那高级中枢 大量平成之下 给它分开嘛 是不是 所以 这就是什么烧八反射 大家想一想 就OK了 这个接近反射 其实目前为止很少考的 基本上没考 所以不知道它今年考不考的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好了 我们刚才讲的 脊髓对运动知识调节 那么第二个 我们就要讲脑干 对激进战和运动知识调节 脑干和脊髓都是在我们所有神经系统中间 它调节知识的就是什么 所以第一位中枢 好 第一位中枢 第二点 我们就跟它讲脑干 对激进战和知识调节 它的生理特定有什么东西 在所有的运动调控系统中脑干位于什么高级中枢和脊髓之间的中间层次 那么指着上传上下沟通的作用 上传下达的作用 为什么 大家看看 脑干大约在这个位置 下面是不是有脊髓啊 有很多这种简单的话就是脊髓为中枢 那么上面呢 哎呦 又大大屁股 又高级中枢 所以这个脑干 你看看怎么样了 位于上位中枢 高级中枢 或下位中枢 脊髓之间 是个上传下达的作用 所以这是它的生理特定 好了 它对激进战和知识都有调节作用 在激进战的调节作用 主要表现为 在脑干 网织结构中间 能够有抑制区 或抑化区 什么叫抑制区 抑制的激进战的叫抑制区 哎呦 是激进战 更因为产生的叫抑化区 所以这脑干网织结构中间 就出现这两种相反的这种区域 那么叫抑制区或抑化区 等一会 下一张话题我跟他讲 好了 对这种激进战的调节 那么 老干常常参与 而激进战是维持知识的什么 结构意图 所以既然你对激进战能进行调节 那么知识活动能不能调节 当然能调节 所以脑干通过调节这个激进战 而激进战又是维持知识的基础反射 所以对激知识来进行进一步调节 那么这个知识反射你们书上讲的两种例子 一种是状态反射 一种是欢正反射 好了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说的这种知识调节 好了 那么一个来看 首先看脑干对激进战的调节 然后再来看脑干对知识的调节 我们现在看看脑干对激进战是怎么进行调节 脑干对激进战的调节主要是脑干网状结构 中间出现两个区域 一个区域是一致激进战的区域 叫做什么一致区 一个区域是加强激进战的区域 叫做一化区 一化区就是更容易进行激进战 所以大家注意了 这两个两个在不同的地方 那么一个小一个大 一致区域比较小 一化区域比较大 所以一化区域这些核就比较多 一致区域核就比较少 所以由于一致区域比较小 一化区域比较大 平时的时候我们正常人 常常以哪个为主啊 以一化区为主 所以它有一点的激张力 所以你肌肉总有一点的激张力 大家在过到激张力的调节中 这个一化区占主要部位 所以你计划区 激张力足以一致张力 所以标准的激张力 你不说一个人死了 你看看一摸 还有没有激张力 没有激张力 你摸哪里都软软的 根本上没有激张力 所以我们正常人 只要你活着 你看看 由于你的一化区占主要部分 所以激张力 激进当中占主要部分 激进当中占主要优势 所以它比较强 所以每个一肉 只要你是活着 都有你激张力 就这个道理 好了一化区在哪儿 一化区在哪儿 一子区在哪儿 一化区在哪儿 这个考过 考得很无聊 18年考虑一个 Axen区 Axen区本来就难住 他来搞的这四个打一下 我记得他搞的这两个打一下 或这一个 这个什么 这个打一下 这四个的 换了这个打一下 大脑皮身运动器 纹状体 一千年和 以及小脑的中间部 问哪个是一子区 哪个是一化区 要的把他干什么 哎 答案打出来 是不是很变态 本来这种什么 Axen区难住 他搞这种东西 你不可能背道 你哪个 你不是搞这个生理学 不教生理学 哪个给这个东西记得住 我告诉你 就是今年 考了这个题 我明年再考这个题 我估计你还是打不住 是不是 哎 你不可能把它记住嘛 所以像这种 是英伯的题目变态 他很容易丢分 所以像这种东西 大家丢分 这不能怪大家 只能怪老师 出题目头的太变态 你这种东西 你不可能去一个个 就都给他背下来嘛 是不是 所以像这种东西 大家考到了 容易丢分 好 哪些是一子区 脑干网络结构的 腹内才不分 腹内才不分是一子区 那么背外才不分 哎 脑干网络的 背外才不分 这是一化区 好了 其他的一子区 包括皮层运动器 温状体 以及小脑前一的引部 大家注意啊 引部引部就中间 引部就是说 那个什么 下车的那个道 我们将来讲 小脑对运动条件 这个单讲 那么这就是一子区 好了 小脑的两侧和中间部 那么这是什么 一化区 还包括千丁盒 下丘老 丘老中线盒 中大的中央分子 脑桥背干 你记得住吗 记不住 你要我记得 何老师你记不住 我也记不住 说不定考这个题 我也会打错 所以没办法 他又要考你 你什么办法呢 所以这是我 比较变态的题目 那么经常也有 你看看 一八年就考了 这个变态的题目 一化 细节章的区域 有什么东西 哎 千丁盒 小脑八线的中间部 所以 这是一化区 所以正确答案 答AC 文章题 大脑七成运动区 这是一字区 所以不能打BD 你看看这种题目 多懒了是不是 稍微不注意 哎 大家就给他 打什么打错了 所以像这种题目 考到这种题目 哎 你错 还轻用可原 当然你开篇 考到这种题目 就很简单 他就是超四个大一项 这四个大一项 又知道 他当学生的时候 也不会背 你也当学生 也不会 所以这种题 不用得分 哎 这种题 永远丢分 所以大家注意 基本基础科目 大家都要拿高分 但是像这种题目 就不用一拿高分 这两分 很不用一真 好了 我们的第二个 大家注意 就是去大脑箱子 为什么叫去大脑箱子 因为去大脑箱子 就是你我们脑状 网状结构中间的 一化区 跟一字区 十分的点心结果 就这样 我们告诉他 平常的时候 就是个一化区 在主要部分 那么在去大脑箱子呢 哎 就是在大中脑的 上下之间 把你的脑干切断 那么你上面的 哎 高位中枢 就对他 下位中枢 没有控制作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 哎 一化区的作用 切得更加突出 所以这个时候 一化作用 切得更加突出 基金章更加厉害 哎 这个是一字作用 就更弱了 所以去大脑箱子 就是这个意思 去大脑箱子的时候 哎 就是 在中脑的上下之间 切断的脑干 那么使他的一化作用 表现更强大 这个一化作用 又生机 我们刚才说了 生机取机 都有一化作用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生机 哎 一化作用最显著 为什么 生机是康中立即 哎 这就是这个千丈反射 哎 过强一千丈反射 一字千丈反射 所以你看看 抗中立即这个生机 那么一化作用真强 生机不停的收缩 哎 大家什么 就表现这种情况 就是大脑箱子 你看这个动物 这个动物 这个猫 哎 我在这中脑的上下 就给他切断 他传算了去大脑箱子 会表现我什么 哎 这个 生机的一化作用真强 所有全身的生机 一化作用 哎 生机不停的收缩 那么这就一化作用 表现我什么 四肢直立 坚硬如重 头位昂己 急速停止 称交工换张状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去大脑箱子 所以去大脑箱子 那一双表现 哎 你们还没考到过 就职业一词考过 好了 职业一词 考了很多次 这个去大脑箱子 哎 所以希望大家 你们还很少考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 不然他今天考到 你用于丢分 好了 大家看看 这就是01年 考的职业一词死体 他说 在中脑的上下小之间 起来动物的 那我看 那么动物会出现什么情况 会出现什么 哎 去大脑箱子 所以正确答案 哎 打地 所以假如我今天再课 出个题目 在急速的10月5 切蛋 哎 那么 表现了什么 表现为急速休克 所以像这种题目 大家也会做 万一考到了 大家假如平时不注意 也由于出处 所以像这种四题 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去大脑箱子 华盛机制是什么 其实我刚才应该说了 去大脑箱子 其实呢 就是个 脑干网络结构的 一字区 和 一化区 哎 是很理解我 本来我们平时的 就是一化区 在优势 因为它的位置是大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它更占优势 哎 也就表示你这个 脑干网络结构 这个一化 注意是吧 太强大了 导致了 激进张增加 那么就主要是抗重力机 也就是升机 增强的 哎 一个效果就是 去大脑箱子 所以 去大脑箱子 就用验子 就是因为 一字区 跟一化区 失调了 哎 脑干网中 这个脑干网 就是我们这个 懒业式的地方 脑干网 这个这个 一化区 跟一字区 这个功能失调了 我们平常的 这个正常人 一化区占优势 哎 只占一点点 有势 这时候呢 大量的占优势 那么在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 去大脑箱子 所以这里切蛋 他的中脑上下修之后 那么 他的一字区 就失去了 高位中心的 使劲作用 一字作用就会下降 相应的 一化作用呢 仍然成长 并且原的占优势 这是个更占优势 那么 他的就表现 为机紧张增加 主要是 身机 机紧张增加 那么 这就是 去大脑箱子的 主要化身机制 好了 我们去大脑箱子 那么大家注意了 有两种机 两种类型 去大脑箱子 一种是伽玛箱子 一种阿尔巴箱子 什么叫伽玛箱子 什么叫伽玛箱子 大家注意 是关于 这个运动神经元 我们刚才说了 在技术的前脚 就是绘制的前脚 这里有运动神经元 这种运动神经元 有三种 一种是阿尔巴 一种是贝塔 一种是伽玛 有三种运动神经元 其中有贝塔运动神经元 功能不明确 不就了它 所以你要你的 就是指阿尔巴运动神经元 贝塔运动神经元 你看看是不是这两种 只要大家让我 假如有阿尔巴神经元 干嘛有神经元 是不是 这两种 有阿尔巴神经元 引起的阿尔巴箱子 有干嘛神经元 引起的干嘛箱子 大家看看 这个人 假如这个脊髓 脊髓前脚的 干嘛运动神经元 除了这个脊髓 这儿之外 还说什么 高位中枢的控制 你看个高位中枢 你比如说这高位中枢 这个干嘛运动神经元 肯定有个什么 控制作用 平时这个 不让你表现出来 当他 你生病的时候 高位中枢的这种 下行移植作用 给干嘛神经元 下行移植作用 那么就会表现出来 它会首先提 提高你干嘛运动神元的活动 因为这个移植作用不在了 在病例情况下 那么干嘛运动神经元的活动 就会增强 那么干嘛运动神经元 是干什么用的 调节基础说的 对前脚化成的敏感性 作用的 所以当你干嘛运动神经元 活动增强的时候 那么基础说 对前脚化成就更敏感 敏感性更高 传出的冲动就会增加 传出的冲动增加 当然 转而你的二万运动神经元 就更兴奋 二万运动神经元一兴奋 那么它传出的结果就导致 缩外肌 就是大的肌肉 这个缩外肌收缩 肌上一致增高 出现了什么 连续不断的收缩 这个就是腔子 所以 这次就因为 二万运动神经元 兴奋性增高 导致的这种腔子 因此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干嘛 伽马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区域大脑腔子 就是个电心的伽马腔子 所以 经典的区域大脑腔子 就属于干嘛腔子 第2个原因是 二万运动神经元 顾米思议 就是二万运动神经元 西方一争墙了 你比如说 高位中夕下行作用 直接注入那二万运动神经元上面 平常的这种 正常的这种 是一致的二万运动神经元 低作用 就管理你嘛 控制你嘛 那么这时候 假如生病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二万运动声音员的兴奋性增高 二万运动声音员兴奋性增高 那么就是支配了一个数外级 数外级就拼命的收索 拼命的收索就是这个 这个机进场出现的枪子 我们叫阿尔巴枪子 所以这个区域大脑枪子 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 阿尔玛运动声音 兴奋性增高 引起的枪子 我们叫干嘛枪子 一种是二万运动声音 兴奋性增高 引起枪子我们叫阿尔巴枪子 所以这都是跟什么有关系 跟几岁千脚的运动希望 阿尔巴运动声音员 干嘛运动声音员有关 这就是我们 以这个 不同的机制 那么把去大脑枪子 混合两种类型 一种是阿尔巴枪子 一种是干嘛枪子 所以这两种类型 大家要给它去分开了 好了第四个 就是去皮疗枪子 我们刚才讲的去大脑枪子 去大脑枪子就是右边的这个图 这个孩子 这几个图 这里面教材上的这个图 我给它画下来了 大家看看 去大脑枪子 去大脑枪子跟这个去皮疗枪子是不一样的 你看看 去大脑枪子 你看看 上子下子都有枪子 是不是 这大家特点就是上下子军枪子 当时我们去皮疗枪子呢 大家看看 不同啊 常常是上子强枪子 边界跟头部的知识有关系 所以去皮疗枪子常常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将你仰卧位 头部支持这些伤的时候 它表现为上肢半曲 你看看上肢两个区区在一起 手指这样抱着 这就叫做什么 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头部转动的时候 你看是对称性的 假如这个孩子假如是去皮疗枪子 我向右转 那么我的左手就会去枪子 左上肢枪子 当然了 我假如向左偏了 右手就要肩子 你看看 偏的这个头 跟那个枪子这个手 你看看 两面两面是刚刚交叉的 是不是 所以当你转动头部 就是个上肢的知识 转动头部 向左转 右手枪子 向右转 左手枪子 你看看 这就是这么三种知识 所以你看 假如头不转 头平似的 那么就两面上肢的枪子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说说的 这种去皮疗枪子的结果 所以皮疗枪子 去大脑枪子 不管你这么说 这都是愈活不了的结果 一旦到这种程度 基本上都死掉了 好了 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 去皮疗枪子 它是怎么产生的 是动物在大脑皮疗 和皮疗枪下切断 那么皮疗枪子 这个生肌的结肪力就会抗击 表现会下肢 吸肪力的枪子 上肢成半曲状态 这就是去皮疗枪子 所以皮疗枪子 我也可以考虑 我说去皮疗枪子 那么这种动物 在哪个地方切断的 它是什么 皮疗枪 和皮疗枪下 这里给大家切断了 叫做去皮疗枪子 好 是你的大脑皮疗枪 跟皮疗枪下 失去了联系 就会出现下肢生肌的枪子 或上肢的半曲状态 所以下肢生肌枪子 加上肢的半曲状态 好 这个特殊的内心 那么大家知道 人类 不可能哪里做事业 人类 往往是什么 病变的时候 出现这种症状 我才知道 你看 跌岸上的囊柱 那么就会导致 去皮疗枪子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嘛 下腿拿着去 昂出耶 去皮疗枪子 那么就跌岸上的囊柱 这就是我们人类 人类不可再给他什么 大脑皮疗枪下起来 那你不是杀人啊 所以人类 就在有疾病的时候 自然疾病得了过之后 来观察 所以这种去皮疗枪 这种表现 你才知道 好了 这个结束 我们跟大家说说的 去皮疗枪子 好 好 我们刚才谈了 这个脑干对 激张力的调节 这时候谈谈 脑干对 知识的调节 脑干对 知识的调节 其实目前为止 还没考到过 大家看看 首先是脑干 下面有脊髓 上面有高位中枢 那么脑干对 知识进行什么进行调节 脑干对知识的调节 主要是什么 激张力调节 脑干对 激张力调节 来保持它 调节它的知识 那么这种知识 也有缓射 也包括两种缓射类型 第一种知识 第一种缓射就是状态缓射 第二种知识缓射 缓正缓射 这两个节识 目前为止都没考到 不知道激进行调 考不考你了解一下 什么叫状态缓射 是人的头部 在空间位置划成改变 你比如说 我反弄一下 人的头部在空间位置 划成改变的时候 或者是头部 或躯干的相对位置 划成改变 缓射性的引起力 躯干的肌肉 紧张性的状态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 状态缓射 这种状态缓射 状态的低位脑干的 整缓下完成的 所以这就是说 脑干得支持调节作用 状态缓射 第二个是酸症缓射 缓射缓射 我们常常拿猫来做事业 什么意思 也就是这个猫 你比如说 我从20楼上面 把这个猫给扔下去 不管那个猫 扔下去的这个体位是什么样 但是 他着地的时候 都能把这个身体换过来 四肢着地 最后做实验就发现这个规律 也就是说我这个把这个猫射脚朝天 我从20楼上面丢下去 那么他在截住第一个瞬间 他这都四个脚朝下的 这就拿这种动物做实验 这叫幻症缓射 所以正常的动物 一般保留战区的姿势 这就是幻症缓射 当然 假如你把他推倒 或者世界朝鲜从空中抛下 那么动物迅速的幻症过来 总是想 用四个脚朝地 这就是幻症缓射 幻症缓射的机制 目前为止不清楚 人也不会幻症缓射 也不知道 你说人我要跳楼 我跳楼的是个 本来是什么头朝地 我一下子 像个前勇一样 一不孔子砸下去 但是 不知道他落地的瞬间 有没有什么脚 两个脚朝地 因为人是直立心中的动物 他有两个脚朝地 不知道有没有 人有没有幻症幻症 不知道 但是在动物实验的过程中 幻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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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人没有 为什么很多人这种什么跳下去 你看看 着地的 有头部着地 脑外上 有胸部着地 胸外上 当然了你这样跳下去 两个腿也跳下去了 两个腿先着地 这个也可以 所以我估计 这种动物尤其是猫 哎 他在怀疑过程中 这种幻症幻症 哎 表现得比较明显 人就表现得比较明显 我估计 为什么猫 有一个幻症幻症幻症 因为猫 他本身的本意 哎 他的功能是应该抓老鼠 假如他不知道抓老鼠 还有个什么用呢 是不是 猫就是抓老鼠的 猫抓老鼠 这个老鼠这 在屋里横梁上跑了跑去 哎 猫结束了你抓他 猫很可能一失足 猫不小心掉下来了 你看看猫 假如是从横梁上掉下来 哎 这个横梁上 至少有什么 五米高 他掉下来 摔不摔得上 摔不上 哎 你看农村里有很多猫 猫从那五六米的高空中 摔下来 摔不上 你看人从五六米的摔下来 你的体重还没能 体长比较高 哎 这个一摔 那是骨折了 这个也是什么 外伤 所以他没有外伤 他那摔不摔 为什么 是吗 他就是欢震反射 你即使抓猫的过程中 你不小心四脚朝天 但是 他可以有这欢震反射 就可以保护他 我估计起这个作用 因为动物在华语的过程中 重视跟他的功能相互适应的 所以人没有抓老鼠 不会到空年那种进行 所以就没有这种欢震反射 但是动物 啊 尤其是猫 有这种欢震反射 所以做欢震反射的时候 常常用的动物 是吗 是猫 好了 那我们再继续看 大脑皮层对运动的调节作用 我们刚才讲了脊髓对运动的调节作用 也讲了第二个脑干对运动的调节作用 包括这些知识调节 这四个呢 我们来看看 大脑皮层对运动的调节作用 大脑皮层对运动的调节作用 第一个大家就要知道大脑皮层去 大脑皮层对运动的调节作用 大家都知道运动区 中央前会是运动 中央后会是感觉 所以 大脑皮层运动区 主要是中央前会是区 还有个什么运动前去 六区 所以他就是分别是 布拉卡分区的四区六区 这个什么 虽然没有职业考到你 但是作为一个机会认知识点 你应该知道 好了 这主要的运动区 中央前会 中央运动前去 也就布拉卡分区的四六区 好了 还有辅助运动区 辅助运动区在哪儿 在两个大脑半球的那侧面 哎 扣台回忆上的地方 哎 这就是辅助运动区 辅助运动区从来也没考到过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学习 好了 大家看看这四区头 这个黄业是 中央前会是运动 哎 这就运动区 哎 这个什么 懒业似的 这两条 哎 这是后悔是感觉 所以这中央前会 这是中央后悔 是不是 中央前会是运动 中央后悔是感觉 所以定位 就这两个 感觉去运动区 就定位在大脑形成就这儿 这就是吧 大家 看一看这个图 帮助大家记忆 好了 第二个大家知道了 运动传出通路 什么意思 我大脑皮层 要划出一个指令 要你的哪个肌肉开始收缩 哎 哪个指令划出去 那么叫做运动传出通路 也叫做要使你运动的时候 从哪个路径传道出来 哪个路径传道出来 最长期的传道路径 就两个路径 一个是皮层积水术 哎 大脑皮层 这个皮层就是大脑皮层 积水传到积水 还有一个是什么 皮层脑干属 哎 就是说皮层 大脑皮层 划出冲通 传到脑干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两个 最主要的传道通路 所以两个传道通路 去机场考大家 哎 不过不在这儿考啊 这个神经学很少考大家 在哪儿考 哎 这是神经病学 哎 里面喜欢考 当然了 你不考神经病学 那么就很少考 所以这个运动通通 接着目前为止 因为这一次考得多 西医中和很少考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就行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皮层机 皮层脑皮层脑 什么意思 皮也就是说 由大脑皮层 哎 划出了这个 运动的命令 那么也就是神经冲动 经过内浪 脑干下行 让皮层脑皮层脑脑 萝脑皮层脑 划出衝动 支配骨骼肌 织骨骼肌运动 这叫运动创造的途径 经过 стар doctoral idee %. 数十一 划出的运动 直接冲动 到脑干下行 经过皮子 进水兽脑 去运动 然后捑脑前钮 的 这些 这些 线 wear 这些 év 这是穿叫 传教通路大家注意要把它混为两种雅的类型 皮身积水 积水的测数 皮身积水的前处 为什么要把它分开 测数跟前处有什么区别 都是皮身积水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交叉一个不交叉 一个占百分之二十一个占百分之二十 得费我下张画面跟大家看看图啊大家就知道了 好了第2个图 就是皮身脑干数 也就是说大脑皮身运动系中央全会划出的指令 那么经过内容打着脑干 说 脑干的各个生育员 那么形成传道处 那么我们叫做皮身脑干数 也就是说 大脑皮身划出指令到脑干去叫做皮身脑干数 大脑皮身划出指令到积水 全叫做运动细胞系叫做皮身积水 这样根据诸文医师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是不是 好了大家再继续看 我们皮身积水 皮身积水我刚才说了会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皮身积水的 侧处 一种是皮身积水的前处 两个是不一样的 皮身积水的侧处 占主要部分 大约说是他所有传导线维的80% 在沿水的椎体跨过中线 交叉 到了对侧的 积水外出处下行 所以他出现的症状往往是交叉症状 跟病变是交叉症状 而我们皮积水 皮身积水周围 前处呢 只占20%的线位 在积水 不跨越中线 在他同侧 在他同侧 到哪去 远着积水 同侧的前处下行 所以他就前处 好了大家注意啊 它两个的长度也是不一样的 皮身积水的 测速 也就是这个占80%的 它是贯穿于整个积水的全场 而皮身积水的前处 占20%的线位呢 直到胸部 积水胸部 两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皮身积水的测处 它主要是管精细运动 精细操作这些运动 而皮身积水的前处呢 他主要管 出息的运动 所以两个两个不一样的 因此大家一定要把它分开 不过很少考 不知道他今年考不考你 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 因为是要求他跟要求你掌握的 万一他考到了 哎 你就很容易丢分 好了大家看看 这个是传达逻辑 大家明确的可以看到 这是皮身积水的 产前处 他什么 不交叉 走在他的 哎 外 外 外所的前侧 那么他的显微 在整个传达显微的 20% 好了右边的是 皮身积水的 侧 他是在交叉的 你看看 这是不是交叉了 在积水这个地方 左边跑到右边右边跑到左边 当然这次只是划了一边 哎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哎 划了什么右边这边 右边交叉到了左边来了 所以在积水前叫运动细胞 他在那叫到左边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 右交叉 右交叉 这是交叉之后 哎 皮子 积水测出 他的所有 纤维的80% 好了 这个就是 哎 积水皮身前处 好大家看看他 一直到哪儿去 到哪儿去 到中央前处去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 这是 最长的两个竹竿套 这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的 高速公流的国道一样 哎 你看中脑子 穿到积水 他要起积水先叫运动细胞来 他是最长的 哎一个 所以 他是传递过程中 皮子积水出 哎 最重要的 穿的方式之一 好了一直传到大脑皮子中央前处去 哎 中央前处管运动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做出来 皮子 皮子积水 积水出 好 第二个大家知道的 当这些传递出受审判之后 会有什么临床表现 这传递出受审判之后 当然都知道 会引起瘫痪 是不是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瘫痪 是阴瘫是软瘫呢 哎 阴瘫也叫进来瘫痪 上运动审判的瘫痪 软瘫呢 也叫柔软瘫痪 那么也是下运动审判的瘫痪 因这感觉 所以这个表格 哎我就跟他总结在这儿 这个表格其实上 在里面学到的 哦 神经病学 是不是刚才讲得更详细啊 所以阴瘫痪跟阴瘫痪 阴瘫 是上运动审判的瘫痪 所以他的病病范范会非常广 随于运动就丧失了 哎他的肌脏力过高 把病死成阳性 肌脏力过高 见怀着抗击 哎 那么 往往这种病人的肌尾缩不明显 好了大家注意了 假如这个病人是软瘫呢 常常是下运动身边 哎 瘫痪所持 所以下运动身边瘫痪 他的病情一般比较轻 麻痹的换位 比较窄 谁运动也是张智 因为他肌肉瘫痪不能不能运动了 即让你怎么样 刚刚跟上运动之前是相反 即让你 张力减退 肩排是减退 肩排是减弱 把病死成阴性 机会说 非常明显 所以你看看 硬瘫和软瘫就这些区别 哎一个是上运动身边瘫痪 一个是下运动身边瘫痪 好两个之间的区别 哎你们很少考 考过一次在我里面讲到很老旧的题目 哎92年考的大家看 下运动身边瘫痪 下运动身边瘫痪常常导致什么软瘫 也就是软瘫的表现是什么 哎他问一个儿子你问你哪些 单位 肌脏力肯定降低的 肩 肩幻色 大家注意这是肩幻色 肩幻色肯定减弱或者消失的是不是 机会说明显 所以ABC都是他的正确档案像 把病人扔明显 把病人扔 下运动身边瘫痪应该是阴性 而不是阳性 阳性是上运动他要瘫痪的结果 所以正确档案为ABC 不是ABC的宣线 所以就这个鉴别表格 哎他考过你 因为很老旧的实题了 92年在考 今天在考你 你会不会知道呢 哎所以 这是 我们教学他要求他掌握的 有比较简单嘛 估计这么多年就没考过大家 一直在92年在考过 好了 考过大家把病史诊 把病史诊考过一次 把病史诊我刚刚说了 是检查 上运动身约 弹化 第1个 常用的体制 哎大家都知道 拿这个面签 哎什么 圆着这个脚 脚的什么 外侧一画 哎画这个什么 半幅形 哎我正常人 大家什么两个脚趾都是什么 全剧的 表现为什么 阻止这个曲 假设是 阳性的病人呢 哎也就是说 他有上运动的 省上的病人呢 哎他就是什么 脚趾头跟大拇指都塞开了 塞开了 所以 这个就是正常人 阴性 这个就是把病人扔 哎阳性 好了大家注意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哎 把病人扔 大家注意了 是看我们上运动职业园 时候的摊范 那么上运动职业园 哎看哪个 穿的路径手绳呢 皮子 因为在我们上运动职业 跟急水手联系的过程中 最最重要的 穿的路径最长的 相当于国家高速工程的 哎国道的 就是皮子 皮子击水处 所以当皮子击水处 身上的时候 常常 八病人扔阳性 哎这个就是 八病人扔阳性的意义 其实 尚未身边身上 经兰性癱瘫 好了大家注意了 在正常人 我们正常人 一般都是八病人扔阴性 竹子 你拿着这个是什么 哎面前这些话 他的竹子应该是什么 区区 竹子 这个区 这八病人扔阳 阴性 当然了大家注意了 婴幼儿 哎承认睡一睡的时候 可以成为 假阳性 婴幼儿 由于皮子击水处 怀疑不全患 哎不完全 因为你八病人扔 就是皮子 皮子击水就是什么 在婴幼儿的时候 皮子击水处 怀疑不完善 当然会引起 八病人扔 假阳性 也就是假阳性 就是阳性 那么承认到了 深睡的时候 也可以出现 八病人扔阳性 哎你比如晚上他睡觉睡得很深的时候 你知道吗 幻象 前一时钟一出来了 他也可以阳性 所以当正常人清醒的时候 八病人扔阳性 睡着的时候呢 阳性 承认 就是承认 孩子呢 婴幼儿呢 当他的 皮子击水时候还没有 怀疑完全的时候 那么他也会出现 假阳性 好了 这就是八病人扔阳性 我们跟大家在讲 趋极反射就讲过 八病人扔阳性 是一个 特殊类型的原始的趋极反射 是不是 这个他的原因就是因为 积水的平时 受高位中式的控制 这些反射活动被移植是不能表现出来的 所以他表现八病人扔阳性 当你高位中式是神的时候 高位中式不能够移植 积水的 这个控制作用了 那么积水北施的特性就表现出来了 他表现为 八病人扔阳性 这个就是八病人扔阳性阴性的 最主要机制就是这 好了在15年专门考了这个八病人扔 大家看 15年考了这个事情 他说八病人扔阳性常常提出 皮子积水测出生涯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 阳性的时候在什么时候 提示这个 皮子积水的损害 清醒 的状态下 诶 承认在清醒的状态下 假病人扔阳性 常常提出皮子积水 受死 好了 批人承认在 熟睡的情况下 单笔承认在麻醉的情况下 都把这个积水的上位中枢 已经控制起来了 当然他可能注意 皮子积水 八病人扔的假阳性 所以不达 比不达 因而 在清醒状态下 因为他 皮子积水测 没有华与晚上 所以他可以表现为 八病人扔假阳性 所以大家可看到 B C D 都会出现 八病人扔什么 假阳性 并不因他阳性 并不一定提示 皮子积水测 的损伤 最后叫A 承认清醒状态下 出现八病人扔杨性 才提示 皮子积水测 所以他的条件 应该打A 这个题出的很怪 他就什么 给你结果 让你找出这个条件 找这个原因 所以这种题 老师 老大挂子是绝对聪明 想出这种题目 既不超纲 又让你做得难受 所以大家一般的考虑题目都说 八病人扔杨性临床意义是什么 皮子积水测 都说这是大家什么关心的题目 缓过来 我给你皮子积水测 让我问你 八病人扔杨性 条件是什么 是不是 这种脑子处理的就是相当变态了 他处得很好 既不超纲 你又做不到 是不是 所以这种题目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了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个 皮子大脑皮层对知识的控制 我们再来跟大家讲第四个就是 基地神经节对运动的控制作用 基地神经节对运动的控制作用 首先大家必须了解什么叫基地神经节 基地神经节有什么组成 大家看看啊这个图在这一边 画的就是基地神经节 这个南叶式地方就是基地神经节 南叶式下方就是边缘系 边缘系了 好了在下方就是记忆有关的海马 好了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基地神经节 基地神经节这个南叶式地方这个基地神经节 究竟什么东西组成 主要有三个东西组成 第一个是纹状体 第二个是中老的黑子 第三个是秋老的定黑 这三个东西 组成 那么其中基地上考到的就是纹状体了 因为纹状体在对基地神经组成是最最重要的 那么纹状体有三个东西合成的 哪三个东西共同组成 伪合 俏合 和昌白修 其中伪合和俏合 大家生的比较 新 叫做新纹状体 昌白修比较古老叫做旧纹状体 所以昌白修是新纹纤维联系的东西 那么有可和 也叫俏合 和伪合共同组织的新纹状体 主要在 虚体运动的调控中起主要作用 所以这个就是基地神经节的 最主要机制 它的功能是干什么 基地神经节 我刚才在那里 在那个种子里面就跟他讲了 怎么样 他主要调节运动的策划 他不是大大干的事 那么大大干的事 大脑皮神的联络区 那么是最最高的 那么随于运动 17岁大脑皮神的策划区 但是 一个大大要制定政策 他肯定要帮忙 你说我们习大大要制定重大的国家政策 他肯定要找我们 你想啊 你应该从你来一下 我办公室上一个什么东西 他肯定要找他的什么 左右手在上一下 那么这个基地神经节 就是我们大脑皮神年纪性的 住手 所以他参与运动的策划 那么共同与大大一起来策划 这个运动该怎么搞 那么运动程序的编程 起这个作用 所以他起了大大的 次要作用 在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起这个作用 这个基地神经节 这就是对运动的控制作用 但主要作用在这 好了大家再来看看 基地神经节的 显微联系 我们刚才说基地神经节 由黑子中脑的黑子和纹状体 组成 那么在黑子纹状体就有大量的神经线维 这些神经线维考了很多次 希望大家给他记住 纹状体和黑子 大家看看 下面的是黑子 这也不会是黑子 这也不会是纹状体 你看看 在纹状体和黑子之间有很多很多的神经线维 从黑子到纹状体 就是从中脑的黑子到纹状体 那么他主要神经线维是多半能系统 多半能系统的神经线维就是多半能系统 那么在纹状体到黑子 那么是伽马氨基地神的系统 纪状体就是伽马氨基地神的系统 所以 从黑子到纹状体 是一种细分地质 多半能系统 从纹状体到黑子 那么是伽马氨基地神的一致系统 那么在纹状体内部也有大量的 这种线维 是属于义线单线的系维 所以叫做ACH一线单线的系维 你看看 这一个短短的这一个地方 出现了什么行为 出现了三处行为 这三处行为 在考试过程中经常分担一块 你稍微不注意 这个得搞 这个得搞幅度了 所以大家看看 有什么作用 跟我们解体有作用的 就是多半能系统的作用 多半能系统 从黑子发出 到纹状体去 它起什么作用 对这个一线单线极致作用 也就是这个黑子 对它起什么 一致作用 大家看看 这下这个作用 所以 黑子昏迷的多半 对一线单线 文状体的一线单线作用 最一致作用 当我黑子生了病 这个黑子生了病 多半少了 对一线单线还不一致作用 没有一致作用 那么就会发生 一线单线抗净的症状 那么这些一个病 大家都知道了 这就是 要大家掌握的 独特的一个疾病 叫帕杰森病 所以与基地和有关的疾病 那么两个疾病 刚刚是相反的 一个是帕杰森病 也要正常麻病 一个是无道病 叫亨廷登病 这两个两个的症状是刚刚相反的 它的化成机制是不一样的 好了我们看看化成机制是什么 我刚刚说了 从黑子 昏迷的多半 那么它主要作用是 移植 文状体内的一些单线 当我今 假如这个病人 是黑子生病 那么它合成的多半的系统就会受损 多半就会降低 所以多半的作用 对文状体内的一些单线 这个移植作用就会减弱 那么就造成大量的 一线单线的体内的堆积 所以就会出现什么 一线单线堆积的症状 一线单线堆积的症状 我们在哪儿学了 在内科学是不能学了 有机的中斗的时候 是不是 就造成一线单线堆积吗 为什么有机中斗移植单线之为 单线之为就不能把一线单线 睡觉到大量的一线单线的堆积 就会产生什么 M症状 产生 M症状 M症状叫阿托频来解救 M症状就是用排母来解救 是不是 我不在内科学去学了 那么M症状 是什么这样的M症状 就是 神经骨骼鸡解头的 注脉膜上的N2受体 它是个一线单线的 这种养力的通道 所以 大量的一线单对积的时候 就会什么 造成你N2受体不停的激动 不停的激动 最后 肌肉是什么 拼命的收缩 所以这种病人怕急 就是因为你一线单线堆积 导致你神经骨骼鸡解头的N2受体 持续不大地兴奋 持续不大地兴奋的结果就产生 中板膜后 就产生 中板电位 当他去计划到绿田屋水平 就会引起积极发收缩 肌肉收缩 所以这种病人肯定什么 肯定有肌肉收缩 今天收缩 明天收缩 一直收缩 到底是什么 肌肉强制 所以他最主要的症状就是肌肉一直收缩强制 肌脏力由于肌肉收缩 你看看我的肌肉一直收缩 你看看 肌肉硬邦邦的 是不是肌脏力增强 好了 当你肌脏力 肌肉收缩一直强制 就是这个 我一直这样 像半四万一样的肌肉强制 你看看 你还没有随力运动 没有随力运动 走动呢 那东西就随力运动就减少了 好了你要想 有随力运动 你别让我走路 要随力运动嘛 我这种病人肯定是病人主要走过去 所以由于肌脏力增高 你还我腿部的肌脏力增高 那怎么样 心动缓吧 好了面部 假如肌脏力增高 面部表情就 一直搜索 怎么样表情呆板 就没这个丰富的表情 好了还有一种大家注意了 这所有的这些肌脏力增高 这些东西的这些症状 都是什么引起的 都是N2型一线代念受体 细分引起的 所以大家注意 都能够用M受体 解抗剂把它解抗 所以都能改善它的症状 用多半量改善它的症状 但是一个东西不能改善 叫静止你增产 什么意思 就当你静止不动的时候 这个病人 增产 因为它的化身机制 跟我们刚才的一线代念堆积 没有关系 静止性症状的化身 是因为什么 求老外侧 符合 对功能以上有关系 所以它是求老外侧 符合的病变引起的 所以这个静止性症状 你看看 跟刚才我们讲的一线代念 对几乎不作用 没有作用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帕金斯斯病的 首先要 就是左线多巴 为什么要左线多巴 不用多巴 因为多巴不能通过 血脑屏障 就是必须用它的 多巴的前提 多巴的前提 左线多巴 那么进入 血脑屏障 进入脑组织之后 在代谢产生 多巴胺 这样 补充你刚才不是多巴胺的系统收成 这个多巴胺介绍吗 补充你的多巴胺 那么多巴胺就把你的一线代念 系统的这个作用就移植了 所以就会缓解你的身状 所以 大家看看 哎 左线多巴 成为了 帕基斯斯病的特效药 首选药 就是它 它可以缓解 刚才我们说了 除禁止疫症状之外的所有症状 那么禁止疫症状 就不能被左线多巴这个 药物了缓解 为什么 因为 它不是 离线难典堆积 形成的 而是有 求老 外侧符合 功能一伤有关系 哎呀 所以 他也经常出这种题目 哎 左线多巴不能缓解的 帕基斯斯病的症状是哪一个 你打什么 禁止性症状 哎呀 最大的特点 好了大家注意 除了这个左线多巴 补充你这个多巴之外 改善症状 还有一种能改善症状在进庄 M受体的健康剂 东当当节 安塔 这些多 M受体的健康剂 也可以改善它的症状 其改善 就是 哎 跟你的一线单线 是吧 M受体结合 来缓解的一线单线的症状 所以 就用M受体 的健康剂 跟你一线单线的健康 你不是一线单线的堆积吗 也可以改善症状 所以这些 药物主要是用一些 比较年轻 65岁之前 症状比较轻的 那么就用 东当当节 安节 这种M受体的健康剂 来进行治疗 当你的年龄大约65岁 症状又比较近 那么就应该这个效果最好的 左宣多巴勒基因治疗 所以这就是 临床上的 帕吉尊中和病 好了 对于大家注意了 还有一种病 刚刚跟他相反的 哎 跟帕吉尊病相反的 叫做五岛病 恒庆论病 那么他的病面的部位 大家注意了 主要是 蚊状体 尤其是新蚊状体 当他蚊状体收累之后 那么他身上的主要是什么器官 哎 身上的是一线单线的系统 或多巴勒的系统 主要是一线单线的系统 所以跟我们刚才相反 我们刚才的帕吉尊中和病症 是一线单线大量堆积所致 那么五岛病呢 是一线单线受水 一线单线降低所致 所以都是多巴胺 是正常的 所以 那么他的症状 刚刚跟帕吉尊中和病 刚刚相反 帕吉尊中和病 肌脏力增高 肌肉强制 那么五岛病呢 是肌脏力降低 刚才的我们帕吉尊中和病 由于肌肉强制 随意运动减少 那么五岛病呢 随意运动振脱 就中的就是做这种随意运动 所以他叫做五岛羊动作 就是头啊是他天天的跳舞一样 那原来是帕吉尊中和病呢 随意运动减少了 不动 他呢 动作增加 这就五岛羊振脱增多 好了这个就是 我们跟大家说说临床特定 好了他的治疗 刚刚跟我们的这个 帕吉尊中和病相反 帕吉尊中和症 由于黑质收拾 他的多半是下降的体内 所以要不足这种不足啊 用多半的前提 左线多半的治疗 那么五岛病呢 哎 那就要浩解多半 由于你是蚊状体的疾病 造成你的疑仙胆减降低 那么多半这他的体内就相对增高 所以我假如有一个降低 多半的药物 你比如说李雪明 李雪明就是要干掉你体内的多半 他那个多半肺干掉了 哎 那么你这个人就不症状解除了 所以五岛病 哎大家注意 只要他的特效药物 就是李雪明 李雪明的作用 诸步要在体内 浩解这个中枢低脂多半 那么死体症状都在改善 所以这就他的临床表现 哎 治疗药物 这两个两个卡了无手指 哎 怎么强调都不会过 这大家重点就是重点 希望大家重点掌握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02年这个死体 这个死体别简单 大家看 帕金生肿病产生 啊 产生主要是下来哪个低脂系统 受身受脂 哎 主要是黑脂受受脂 所以你打哪一个 打个A嘛 黑色文章的多半的系统受审 所以到处多半的减少 到处的一些男人相对抗击 这就是多 帕金生肿病产生的原因 所以答案为A 好了我们再来继续看 14年这个死体 大家再继续看 用左线多半治疗不能缓解的 帕金生肿病临床表现是什么 哎 我刚才听那些官方服务的讲了 禁止精致症 所以禁止精致症是不能缓解的 因此正确答案打C 其他的动 动作缓慢 既然你症高病不表现 单位 都可能用多半来治疗好 为什么 因为 A B D 这三个症状都是有什么 多半减少 导致一些男人相对堆积 争夺所致 所以跟他补充多半 那么他就会缓解这 ABD的症状 但是 禁止精致症 禁止精致的怀疑原因 不属于 多半相对解草所致 而是 求了 外侧的符合功能异常所致 所以他不能够被多半作为缓解 因此正确答案打C 这个知识点已经考过很多次了啊 我记得16年 又考过 AXEN考过大家 18年也考过 所以这个知识点在我印象中 14年考 16年考18年考 连续考了三年 所以大家什么一定要注意再注意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18年这个诗题 大家看 能改善帕基斯症状病 运动减少症状的是哪个药物 你在这四个药物里面找 哪个药物由于治疗 帕基斯症状病 主线多巴 来改善症状 所以正确答案 答题 第二文又出来了 能改善无道病 无道病就是恒情能病 运动增多症状的疾病是什么 浩劫多巴 用什么来浩劫 力学平台浩劫 所以正确答案答 派出行则二百一兽体组织器 黑鼻 亨廷兵 那么这是 余亨廷兵 这是二百兽体 二的组织器 所以像这种题目啊 大家要回答 好了这就是18年考的这个诗题 所以像这种诗题你看生理学 考到你的药的学区了是不是 当然你知道生理机制你才会打药 不知道生理机制你记不住这些药 那么 这就是我们生理学 经常考到的知识点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基地神经节的功能 基地神经节 我在前面跟他讲过 总的里面跟他讲过 基地神经节 他参与什么 运动的策划 作为运动策划的第2负责人 第1负责人那么最牛逼的是大脑皮身的联络区 所以运动随运动的策划 那么首先第1个那么就是最大的大大 就像当的总书一样是大脑皮身年络区来策划的 那么请他两个助手来忙 一个助手是 基地神经节 一个助手是皮身小的 那么基地神经节处的地位就这个地位 虽然他是最高级别 但是最高级别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所以说他就二把手 所以这就是参与 运动的策划 不参与运动的执行 大家注意 运动的执行 是脑干和脊髓 第2把前脚的运动细胞 来支配谷歌机所知 所以他不参与运动的执行 只参与运动的策划 所以他的主要的意思就这了 好了有三个功能 那三个功能第1个 参与运动的设计 编程 将一个出向的设计 转换为11运动 但是 他不参与他的执行 只参与他的设计 第2个 参与运动的产生 协调 集中的了解 对本体感觉冲动 传出的信息处理 但是 在整个执行的过程中 所以他只 是起一个什么 包拱头的作用 所以他跟 明工不一样 不干事 但是他就是包拱头 好了答案第3 某些核弹可以参与 自主神经的条件 所谓自主神经的 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的条件 感觉传入 学习记忆有关系 好了这些基地神经的作用 当然了 回省动物的基地神经的 在研究的时候 他不出现症或症状 为什么 也就是基地神经的这个 调节作用 对比其他的 这些调节的东西 可以取代 所以基地神经的 在这些动物的 知识调节过程中 记到你调节过程中 动作调节过程中 就不显得什么 十分重要 这就这个意思啊 好了大家再来看看 10年考虑这个诗题 大家再继续看 他是关于 基地神经的运动调节的叙述 错误的是哪个大象 大A 滑动水运动 大家注意他不善于运动的执行 他是站于运动的设计 编程指导 他这个包工的后 不是民工 他不 他不专门 去做这些事 具体的事 所以不达A 所以A是错误的 那么大象大A 好了 单笔 调节机让你 处理本体感觉的传入 参与运动的设计 这都是基地神经的 主要作用 所以不达B C D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小脑对运动的调控 小脑对运动的调控 跟基地神经也有一点交叉的部分 为什么呢 小脑的批诚小脑 和基地神经都参与运动的什么 策划 那么小脑的 节水小脑 那么他参与运动的执行或条件 所以大家注意 基地神经也参与运动的设计 小脑也参与运动的设计 或执行 但是基地神经也不参与 小脑 而不参与运动的执行 所以这两者的主要区别是 这样 所以小脑 对运动的调节功能 他怎么 换位更广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 他和小脑还参与 激张力的调节 维持继续的知识 那么 参与协调 或形成 随运动 这就是小脑的运动的 总的调节方面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根据小脑功能的不同 我们把整个小脑混为三个部分 三种功能形式 哪三种功能形式 一个是前庭小脑 一个是积水小脑 一个是执生小脑 什么叫前庭小脑 前庭小脑就是 融球小结液 什么叫中结液 大家注意中间的这突出的部分 这是小脑的后片框 中间这个突出的部分 那么这叫什么 小结液 这个突出的部分叫做融球液 所以把它共同成为融球小结液 在上方 大家看看 这是跟前庭功能有关系 前庭功能有个什么 区体的平衡 这些知识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叫它前庭小脑 起这个作用 接着跟你 这些知识 的平衡 平衡觉有关系了 那么改成前庭小脑 那么它主要的组成就是由融球小结液组成 这个融球小叶 希望大家记住 别称也要记住 前庭小叶也记住 为什么 它有这个 解除动物的融球小叶会什么症状 你假如知道融球小叶就是前庭小了 你也没办法做到呀是不是 好了第2个大家注意了 就是中间这一部分 中间这一部分 中间这一部分叫做隐部 也叫中间部 这部分叫做积水小了 这就是这一部分 好了两侧的这一侧 这大家是什么 小了的外侧 小了的外侧部叫做皮层小了 就是半戏的外侧部 所以 这个组成 大家可以对着这个图 自己好好的看一看 我们现在看看前庭小了 前庭小了是由融球小叶组成 那么它之所以 前庭小了其原因就是跟 身体的平和功能有关系 所以当这个前庭小了受伸去融球小叶受伸的时候 那么它的意思吗 身体的平衡就不能控制 身体平衡不能控制 那么它的站立不稳 不积宽 走路的时候 不积很宽 盘散不探 容易跌倒 谁运动可以协调 虽然谁运动可以协调 但是 他那么 给眼球运动 也不正常 他会出现 位置性的眼睁差 在某种位置的时候 有眼睁差在某种位置都没有 在位置性的眼睁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怎么办呢 我跟大家说的 怎么说 哎 叫大家怎么去 前庭小了 荣球小叶 哎 荣球小叶 那么站立不稳 我叫他这么去 冲锋在前的战事 最容易受伤 受伤之后 站立不稳 换百叶 到他这样去 就整个 前庭小了的功能组成 都搞清楚了 哎 冲锋在前 前庭小了的钱 哎 战事 容易受伤 哎 荣球小叶容易受伤 受伤之后呢 哎 站立不稳 哎 说盘山不太容易跌倒 这都是 不急宽都是站立不稳 然后 站立不稳 容易跌倒 跌倒之后 在什么 在那个地上 换百叶 百叶 就是位置性眼睁差 OK 你记住了吧 一生你也不忘记了 是不是 哎 这个前庭小脑 组成其他功能 好了剩下的就是 积水小脑 积水小脑就是中间了 中间就是领部和中间部 那么他主要调节的是 正在进行的动作 斜筹批准小脑 得属于运动的调节 也就跟我们的积水功能很相像 积水功能 大脑皮层 发生个运动指定 哎 你要进行运动 那么在中间要进行洗脑 就是积水 来进行洗脑 所以他跟这个 小脑的功能 跟积水很相像 因此把它叫做积水小脑 由于他是调节 水运动 所以 哎 当积水小脑受伸的时候 很 就不能很好的 控制水运动 那么就是动作 变得非常笨重 哎 哪个动作 坐坐坐半天的 哎 哪个笔 在桌子上的笔 我们正常人一抓起来 他怎么抓了三四次还抓不起来 哎 他会上笨着 所以随于运动就不能很好的控制 他有一项性正常 什么意思 我要抓这个笔的时候 越接近这个笔 哎 越不越抓 我越想抓这个笔 哎 越抓不住 这个就一项正常 我就把你 手画抖 这一项正常 所以大家又会出现 攻击失调 哎 这种小脑的攻击失调 因为 他说他怎么 哎 随于运动不能控制 随随于攻击失调 有失职法力 哎 这叫大家什么 典型表现 批诊小脑 截止目前为止没考到过 为什么 批诊小脑不重要 哎 他截止目前为止没考到过 所以都考虑 前进小脑 急睡小脑 前进小脑考虑最多 急睡小脑自治 批诊小脑截止目前为止 你们还没考到过 他批诊小脑 两边 哎 外扯部 都叫批诊小脑 参与随于运动的设计 或程序的编制 所以这个什么 跟我们的机体核功能很吻合 所以他这个功能可以被机体核取代 因此 当只有单单一个批诊小脑受了 受伸的时候 那么他没有症状 哎 这可能表现为 起死症状的缓慢 以及形成的 快速熟练的动作 你们那些字 必须有那个些字 那么这些动作丧死 一般没有症状 为什么 因为动作的设施 运动的设计 和编程 除了这个形成下落之外 还可以被什么 哎 其实是你可可期待 所以 那么 他一般就没有症状 就这个道理 好了这就是三种 内心的功能下落 有三种不同的功能 那么考了很多次 希望大家应付注意 好了 大家看 08年这个时机大家看 切除 动物的潜艇下落之后 潜艇下落就是容求小结业 那么动物将有什么表现 哎 冲在前面的战士 容易受伤 受伤这个什么 暂停不稳 哎 躺在地上万八夜 所以暂停不稳 暂停不稳 哎 哎就是了 所以就OK了是不是 四肢华丽 脊椎下落的功能 动作不协调 脊椎下落的水上的功能 禁止阴阵阵阵阵 刚才我们说了 哎这是 帕吉祥中和病人的症状 所以 B也是A 所以脊椎下落 症状的症状不是签订下落 症状的症状 第一 帕吉祥病是症状的 出现症状 所以你给这四个答案一下 都搞定了是不是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以三年这个试题 大家看 脊椎下落功能 异常可能出现的现象是 也就是脊椎下落症状之后 营状表现是什么 但A 激状的症状 我说脊椎下落症状 激状率是降低 而不是症状 所以A 绝对不正确 单B 异象性症状 异象性症状是脊椎下落症状的表现 这个有 站立不为 这是前提 小老症状的症状 位置 前提小老症状的症状 所以 Bcd都是小老症状的症状 因此 正确的还是Bcd 不但A 所以像这种题目 尽管是Axent 你看看 A并不难 自己都可以把它打立 是不是 这就搞定了嘛